李小龙 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见他凭借卓越的轻功纵身飞下高台 接着以60码的奔跑速度冲向李小龙 李小龙单手迎战 反而趁小龙说话之际再次发起进攻 则王家腿 可依旧被李小龙轻松化解并加以反击 黄皮小子调整姿势 生死状 琳达担心黄皮小子搞偷袭 把手伸向腰间的枪 倘若黄皮小子赶乱来 他会毫不犹豫地请黄皮小子吃花生 开话吗 不话也成 但是 必须认识 向我作义 你这个黄皮小子 然后在生死状自己名字处重重按下手印 李小龙紧随其后 他轻轻沾了一下印尼 在自己名字处轻轻按了一个手印 按完后比赛继续 李小龙一把抓住他的手 接着一招过肩摔 趁黄皮小子在空中又踢出一脚 还会使他陷入了一种近乎偏执的状态 琳达放下了对黄皮小子的戒心 来到他面前 将一块毛巾递给他 意思是让他擦擦汗水 琳达的真诚让黄皮小子拼借他的天资 也能成为一代武术大甲 可他一生却活在了李小龙的阴影中 或许这一战能让黄皮小子清醒过来 他闭上了眼睛 用心聆听李小龙对他说的每一句话